嘿大家好,这是Leo,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呢我们刚好全家一起出来爬山 我们在这个Yuta的Alta Ski Resort 这边在冬天来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滑雪场 可以看到这边滑雪的缆车 而且这边有的地方雪都还没有化 虽然外面天气很热 到了夏天呢,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爬山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爬山的线路可以爬到山顶 在山顶呢还有一个湖,非常的漂亮 今天影片呢我们还是聊关于手表收藏的一个话题 到底是把你所有的钱用来投资一款非常不错的 你喜欢的Grill Watch 还是呢买很多不同种类的手表 在上一期影片关于手表的节目 我们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在2020年 还是很多人选择购买机械表,收藏手表 那期节目呢在B站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 基本上有两大阵营 大部分的人呢还是觉得这个机械表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很多人还是希望购买一款比较不错的机械表 也有一些网友呢是觉得机械表终究会被智能手表而取代 会被淘汰的 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觉得机械手表永远不会被智能手表而取代 它总会有一定的市场 就像现在为什么大家去一些正式的场合 很多人选择穿西装,穿皮鞋 为什么西装皮鞋没有被淘汰 为什么国家领导人经常会穿西装 如果光屏功能性来讲 大家完全可以穿运动服 穿这种T恤衫 为什么这么多年西装没有被淘汰 我觉得是一个道理 而且很多人有一些收藏的兴趣爱好 机械手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公寓品和收藏品 这个排斥线路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路况 有的地方有很多雪 有的地方有很多泥泞的路面 非常湿 在我的视频里面 网友经常会针对一些话题 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 甚至产生一些小小的辩论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好的 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 然后很多其他的网友 也会从大家的评论当中得到一些知识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评论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辩论的过程当中 本着对对方尊重的一种态度 我希望每个人在我的频道里面 发表完评论或者辩论之后 他的心情仍然是一个好的心情 不会因为有一些人的恶意攻击 恶意的评论或者抬杠 以后就不希望来到这个频道了 所以作为这个频道的拥有者和管理员 如果有一些网友 对其他网友进行一些人身攻击 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网友拉黑 如果你对佩戴机械表和收藏机械表 没有任何兴趣 你就可以直接把影片关掉了 没必要在这个影片下面抬杠 或者恶意的评论 每个人都选择支配自己金钱和财富的权利 不要以为别人去花很多钱购买手表 就是人傻钱多 那上面有个直升机 不知道是不是在找人 我们通常说入门级别的高端万表 大概的价钱要在3000到5000美元左右 对于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普通中产来说 可能5000元是一个月税后的工资 也可能是一份年终奖 而且现在有的年轻人买一件衣服 或者买一双鞋呢 可能要达到1000美元 所以买一块3到5000美元的机械表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很多人都可以买得起 而且机械表不像衣服和鞋子 你经常需要更换 很多机械表你基本上都可以戴一辈子 所以我们说在表圈来讲 你进入这个圈是比较容易的 你花3到5000美元可以购买一只 比较不错的瑞士机械表 比方说Tudor的Omega的机械表 基本上你都可以买到 所以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低 但是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警告 通常很多人在最开始 只是想花3000美元 可能买一只机械表玩一玩 很多人在购买第一只机械表之后 有很大的几率 他会想购买第二只第三只机械表 玩表相当于是一个无底洞 所以在这里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警告表只是一块小的附加品 要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 你自己的消费能力去购买 量力而行 那么当你开始选择玩表 收藏腕表 那到底要收藏多少只腕表 才是一个极限呢 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状况 有一些人只是选择一只腕表 可能刚开始玩表 你买一只Omega C Master Speedmaster 当你玩一玩之后 你觉得你想要更高级的腕表 可能把这个手表卖掉 然后买一款劳力士的水轨 或者是Explore 不断的追求更高级的腕表 到最后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 当然这种情况 有很多人的手表 跟自己非常的有感情 他不会选择卖掉 这样几年下来日积月累 你就发现他的手表收藏 是分等级的 从低端的手表相对高级点 相对高级点 一直到他的终极目标 他的收藏就结束了 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 就是有的表友只喜欢收藏一个品牌的腕表 有的网友只喜欢劳力士的腕表 他希望收藏很多劳力士的热门款式 同时也是一种投资 因为劳力士的手表非常的保值 所以有的朋友像我自己一样 我经常会关注一些劳力士的二手市场 如果看到一些不错的款式 我可能会选择收藏一些劳力士的腕表 还有一些朋友非常喜欢收藏金工的潜水表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金工的手表 像我在犹太州有一个朋友 他就收藏很多金工的潜水表 他一共有三十几只金工的手表 如果用这些所有购买金工手表的钱 可以买两到三只劳力士的手表 但是他就是非常喜欢金工的手表 他觉得如果他戴一只劳力士的腕表 根据他的工作他周围接触的人 他戴着劳力士手表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戴金工的手表他会非常的轻松 而且他从收藏金工手表当中 获得了很多的乐趣 那么在这问大家一个问题 到底是收藏三十多只金工手表的人比较厉害 还是收藏两到三只劳力士手表的人比较厉害 我觉得在你收藏手表的时候 只要你感觉快乐就好了 如果你收藏三十只金工手表 可以给你带来快乐 你就去收藏三十只金工手表 如果你觉得我把所有的钱 用来购买一只顶级万表 你会感觉非常快乐 那你就购买一只顶级万表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肯定很多人不会选择去收藏十几只 二十几只手表 因为你根本就带不过来这么多的手表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是把自己的收藏控制在五只手表以下 如果你已经达到五只手表的收藏 你还想去购买其他的万表 最好呢卖掉你其中的一只旧的手表 然后再去购买另一只你喜欢的手表 在我跟很多一些网友聊天的时候 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很多人会选择推而求其次 比方说你非常喜欢一只非常高级的万表 但是现在买不起 就推而求其次买一个相对比较低端的 长得跟这个手表相对比较像的手表 这个到底好不好 我个人的建议是尽量不要推而求其次 当然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这一只手表 是非常顶级的万表 你可能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 都不会去购买这样一只万表的情况下 我觉得呢你可以选择推而求其次 去买一个相对低端质量比较好的万表 但是很多一种情况就是 比方说有一些网友 他喜欢劳力士的水鬼 一只黑水鬼的价钱要在九千到一万美金左右 很多人在购买第一只万表的时候 觉得不想花这么多的钱去购买这样一只机械表 所以呢 据选择花四到五千美元 购买一只Tudor或是Omega的万表 但是他初中的想法是 我自己一定要购买一只劳力士的水鬼 对于这些网友呢 我非常建议你不要推而求其次 因为通常这些网友 购买了一只万表之后 他可能又去购买另一只三千美元的万表 又购买一只一千两千元的万表 这样呢他总会感觉不想花七八千美元 去购买一只好的劳力士的万表 其实这样一两年下来 他早就花了超过一万美元 购买这么多的万表 而且当你想要把你这些手表变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么多手表很难同一时间把它卖掉 去购买一只你喜欢的劳力士万表 所以对这些网友来说 如果你的终极目标 是一个大概一万美元左右的劳力士万表 不要浪费钱在三千五千美元左右的万表上面 你可以买一只相对比较便宜的金工潜水表 先带着玩一玩 然后呢慢慢的存钱 到最后呢直接去购买你自己喜欢的 劳力士万表也好 AP也好 配那海也好 这种高级的万表 但是呢这个也是很多玩表的朋友 一个必然的经历 当然你带了一些入门的机械表之后 你才会知道自己具体想要什么 比方说你购买了Omega的Speedmaster 你会知道你自己更喜欢钱水表 还是更喜欢这种即时马表 或者你购买了Tudor的GMT 你会知道你自己到底喜不喜欢GMT这种类型的手表 最后才会慢慢的实现你的终极目标 通常一些经常玩表的朋友 他每年的手表收藏基本上都不一样的 就像很多人喜欢汽车 他不停的换车一样 你看完了一个品牌的汽车 你想换另一个品牌的汽车 感受一下不同的驾驶感觉 因为经济条件的关系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 购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万表 我们只能保存3-5只手表的收藏 佩戴一段时间之后 感受一下这手表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然后呢再去把这手表卖掉 换不同的手表 感受一下不同手表带给你的感觉 这样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慢慢的实现你终极手表的目标 如果你是一个机械手表的小白 你想进入这个圈的话 建议你呢先购买一只 相对入门级别的潜水表 先玩一玩 然后呢有机会 你可以购买一只即时马表 Aden wants some water Thank you Alright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不要忘记给我的影片点赞 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 这边是冬天的这种柴雪车 好 ILL wilt i'll see It's i'll i'll see you i'll see you i'll see you